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14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蹤一下成中國大熱話 話說今天網上熱話之一有一位和尚在港鐵搭車 說他的短訊內容被人看到 結果見到他說的話和他本身做和尚的身份是完全不合格 究竟說了什麼成為了網絡熱話和各位一起說說 靈面信跟蹤一下香港的治安情況 話說近月兩大黑幫就護片 搞到很多斬人暗雙人暗真是無日無知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鄉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鄉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經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疑似和尚在微信聊天震驚網友 驚呼這個綠根爆滿佛都有火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有網友在日前11月13日社交網站 以這個阿里陀佛佛都有火為替上載了兩張照片 圖文並謬說見到一名相信是真人的男人 就在車廂裡使用微信聊天 北漢又自可 西漢就非同小可 先說場景 拍攝場地疑似是滿載乘客的鐵路車廂裡 帶同黑色的隨身袋的當時和尚 和隔離的乘客都是戴上口罩的 再看看 相中手機裡的微信對答疑似真人的和尚 正在同一位名叫迷失方向的人士 以簡體字對答 大概的意思大家看到螢光幕了 當中有兩句相當之重要 其中之一就是和尚跟對面說 還說我老婆見面見了兩次 都沒有發生性行為 對方就問他 我什麼時候說要做你老婆呢 這件事認真有趣 這個和尚真是假的 就這樣看他在微信跟別人聊天的對話上真的離譜 即是說不像一個出街人要說的東西 當然本來就不應該偷看別人的微信內容 不過說可能真的太過明目張膽 結果有網友寫了上網 亦都成為了網絡熱話 很多人都在討論 大家認為這個和尚是真是假的 劉國賢一起聊聊天 另一篇相說說治安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兩大黑幫接連護片一個月 反黑組重案組就多宗血案 捉了60人 報導的內容是這樣的 兩大黑幫在過去一個多月以來 聲風血雨 日前11月14日 警方就表示針對相關的血案 連日來已經捉了超過100人 據了解其中60人 與元朗區幾宗斬人打鬥案有關 警方表示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元朗警區重案組聯同刑事調查隊人員 12月8日至11月13日在全港多區捉了59男一女 說的是介乎16至63歲 涉嫌在10月至11月發生兩宗的傷人案 一宗的串謀傷人案 和一宗的最終毆鬥案有關 近來治安就惡化得很誇張 除了兩大黑幫戶斬之外 偶爾亦有無辜沽不知甚麼原因 沒有黑幫背景又被人斬 亦都在說開始是波及連累到無辜市民 也是那句 各位網友 若然夜歸的時間或凌晨時間少點出街 盡量保護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另一邊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荃灣路德維外傭記件阻階 警方和食環署聯合打擊 發了12張訂額罰款單 報道的流行是 荃灣路德維一帶近期 會逢假日都有大量外傭趕著寄貨物回鄉下 引致行人路有大量貨物阻階 有街坊認為外傭新勞過後寄貨回鄉下應該體量 但亦都有人投訴認為涉及商業活動 而且貨物嚴重阻階不能容忍 荃灣警區人員昨天一連兩日 聯同食環署和各大人員在區內先後進行兩次聯合行動 在路德維一帶打擊街道阻塞行為 警員進行交通執法行動 主要針對在禁區之內上落客、上落貨 和對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和阻塞等交通惠例事項 一共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食環署人員就住公眾地方結證和店鋪非法擴展的情況 一共發出4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1張傳票和22張警告通知書 並在現場處理兩噸雜物 會逢假日荃灣路德維有不少外傭趕著寄貨回鄉下 本來寄貨無雙大雅 不過近期可能貨物真的特別之多 造成了阻街 當然亦有不少網友認為他們辛勞過後 寄貨回鄉下都可以體諒 但亦有人展開投訴 結果近期開始有相應的執法行動 雷霆掃穴不斷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另邊商也說說這則網絡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女朋友嫌棄兩送飯 港男感到不解 下次叫三送飯會不會開心一點 報導的留言是這樣的 不少人喜歡價錢便宜的兩送飯 有港男在網上發帖文指 一錢買了兩送飯給女朋友 但被對方嫌棄 又指想了很久都不理解兩送飯有什麼問題 並指還是下次我叫三送飯 但不知道他會不會開心一點 起碼貴多幾元 那各位港男日前在香港討論區 以這個女朋友嫌棄我買兩送飯給他吃為提發帖文 指女朋友日前放假又不願意外出 因此要求他買外賣到他的住所 就說他又不說他想吃什麼 那我就隨便隨便 事主就說當自己到達他的住所過後 就說打開飯盒 他見到兩送飯就黑了臉 就說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給他吃 又嫌吃得很便宜 那事主就直言 其實我也不明白女朋友為何這麼嫌棄兩送飯 兩送飯有什麼不好 又好吃又低吃又便宜又大份 有些還有飲品 又指想了很久都不理解兩送飯有什麼問題 也說買個兩送飯給女朋友吃 他還要給我聽說話 相關鐵文隨即引來熱烈討論 不少人批評事主的女朋友說他很港女 亦說是不同世界的人 亦有網友說恭喜你有個高貴的女朋友 你應該去五星級酒店買外賣才合她身份 亦有人指出其實兩送飯多好吃 是不是你買那間太難吃 就是這意思 這則熱話原來不少網友都願意給這位男朋友 亦都說不明白那個女朋友為何會這麼生氣 買個兩送飯外賣 大家知道現在經濟這麼差 兩送飯大行其到 老實說都省不少 有兩個菜吃 有些健康有些菜有條魚 有些兩送飯甚至有帶蟹蟹 但兩送飯的流行亦都側面反映 香港的經濟狀況的確是非常非常差 另一送亦都說說地鐵事故的最新發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林世雄要求港鐵星期三交初步報告 兩個月內要完成全面調查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港鐵人華地站星期日11月13日早上發生列車出軌意外 造成多度的車門鬆脫 港鐵緊急疏散車上700多位乘客 其中超過100人需要摸黑 在驚怒軌暴行至旺角站 事件當中兩人不惜 其中一人送丸 港鐵初步調查發現列車進入月台的時間 第一卡車的一個轉向架偏離路軌 疑似和路軌旁邊的金屬結構是碰撞惹禍的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下午見記者 局方已向港鐵提出三點要求 包括星期三11月16日提交初步調查報告 並在兩個月內要完成整個調查及疏散的程序 港鐵年年加價 服務不斷倒退 而且昨天這件事 很多市民逃經受影響都很怒氣 因為比較少見 而且這個情況不足一年再發生 調查報告星期三有初步報告 但接下來如何賠償及如何補償呢 最多罰2500萬而已 對港鐵來說不是甚麼錢 但這樣罰是否真的有效阻嚇港鐵 真是值得令各界深思 令編商和各位網友轉體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不滿食肆改用自助落單 網友批評服務費以後可以改造運費就算了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吳小食肆現在陸續採用自助落單的方法 讓顧客透過掃描的QR Code自己落單 由網友網上發貼文批評相關的做法 並直斥服務費以後就改造運費算了 這宗網絡熱話是隨著近年香港食肆由這個變化開始 有一個有趣的辯論 就是說現在很多餐廳進去都是自己拿手機 掃描個QR Code自己落單 當然對用開手機年輕人來說比較方便 但令V商老人家其實不是特別想 又要拿手機眼睛眼睛眼睛眼射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段片繼續聊天